哈喽大家好,现在是七月中旬开始了 那么如果你想种两季蔬菜的第二季蔬菜 那么现在就可以开始种植了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蔬菜呢 它的从生长到成熟大概需要两个到三个月之间 那么如果从现在到第一个双冻日 还有两到三个月之间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再种植一茬 那么如何知道你所在的地区的第一个双冻日呢 我们可以通过Google 那么我们可以设计这个双冻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从这个APP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点击你所在的地区 那么这个地区呢 你就可以知道它第一个双冻日是什么时候 和最后一个双冻日 那么你就可以根据这样一个情况 来确定你所在的地区的双冻日 比如说我们在加州 那么我们在加州呢 一般的双冻日是12月初 那么我从现在到12月初呢 还有四五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呢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种植第二季蔬菜 那么如果你在其他的州 那么你可以点击你所在 比如说达拉威尔或者是纽约或者是Texas 那么你都可以发现你的所在地区的第一个双冻日是哪一天 然后你就可以计算出大概还有几个月 这样就可以开始种植第二季蔬菜 那么我们可以种植什么样的蔬菜呢 它的成熟天数是多少天呢 它的抗寒能力有多强呢 我都一一列出来 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的甜菜 它需要成熟需要50到60天 然后它的存活 那么它是要在20度以上 那么比如说还有白菜呀 50到90天 那么也是在20度以上 比如说大蒜呢 它的成熟时间是90天呢 最低20度等等 那么我都把它一一的列出来 我们育种呢 可以重新利用当时我们买幼苗时候 剩下来的这个外边的这个小塑料盒来育种 我们都把它保存起来来育种 那么如果要有地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育在地下 也可以 比如说豆角 我们已经现在接的最旺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豆角 那么这个最旺盛的时候呢 大概也就再过一个月就已经快结束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直接的 现在就可以育种 那么育种在豆角就在底下 这儿育种 然后我们育种以后呢 这样的话 等这个豆角已经 它的接豆角的旺盛的时间 已经过去的时候 我们的幼苗的豆角又开始生长 就是第二季的豆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还有些小的幼苗长出来了 这样我们充分地利用了我们的地和时间 种植更多 收获更多 我们喜欢种的番茄 黄瓜是不是可以种第二季 一般是不可以的 就是因为你即使现在发苗种上去以后 它结果的时间太冷的时候 就会不会生产很多 湿瓜呀 扶手瓜等 钓瓜之类的这些还可以 现在可以种 因为它们比较喜欢寒冷的时候 可以结果结花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欢迎大家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那么你的小小的一点帮忙 就可能帮助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